来看体育消息 明天7月5号就是中华职棒下半球季开打的日子了 拥有24年历史的元老球队统一师 上半季功亏一篑没有能登上王座 而下半球季他们要在主场穿上复古的白绿条纹老球衣 重返当年的荣耀 身穿条纹球衣在球场上奋战 中华职棒元老球队统一师拥有24年的历史 其中1991年到1997年的这套白绿条纹球衣 更是老师迷心中荣耀的象征 现在已经是统一首席教练的罗国璋 就曾经穿着这套球衣在菜鸟年拿到新人王 这套球衣会想起以前在一起打球的队友 对对对 那今年想不到说还能够穿上这套球衣 我想我应该更珍惜 不止罗国璋拿到新人王 这七年之中统一三度封王 包含96到97年首度二连霸 从小看师队球赛长大的台湾轰炸机陈庸基 能披上这套球衣也是余有容颜 生日刚好是主题日的当天 那小时候当然就是只能透过电视 那时候还小嘛 那只能透过电视看到这套球衣 所以觉得好幸运 第一场复古球衣日选在7月13号 正好是陈庸基的生日 对他更是别具意义 接下来每个周末的逐场比赛 师队都将穿上这套条文球衣 有兴趣的球迷不妨进场一同参与活动 有点TV 甘邦杰 郑慧仁台北报道